走呀走呀 近期不少人離開香港移居外地 最新一個就輪到前港台頭條新聞主持吳志森 他日前拍片自爆 幾個住之前已經移居英國 還冷神秘地不說在英國哪個城市下腳 但就大聲什麼什麼淒涼 為什麼到一把年紀要離鄉別隻 要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家慢慢適應生活 嘩 不過轉過頭 吳志森就牙斬斬 說什麼什麼能夠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氣 嘩嘩嘩 過往吳志森做頭條新聞的時候 經常扮大後 爺如政府 抹黑警方是威是勢的 不知道他現在在英國會不會吃老本 做一個諷刺時幣的節目 再假裝鬼假裝馬諷刺英女王 看看英國是不是會不追究他 是不是真的這麼自由呢 睡醒了嗎 你小子 片尾吳志森還大派病心軟 叫大家放心 自己平安沒事的說 究竟吳志森是說反話 還是初來報道不懂事 其實英國歧視問題嚴重 仇恨案件暴力事件不斷 很多人晚上出街都要小心人身安全 這些又算不算有自由呢 看得到啊 下次沒那麼好運 嗯 說昏講 inefficient 冒鬥 你看ール 當然 早 реально